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 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一号的文元凯教授 当年这个指导过邓小平的 不先给他想出主意 今天为我们观众出出主意 因为为什么我说中国人想的无非就是恭喜发财 对吗 但是怎么能发财 我要从您的个人说起 您本身是个化学家 但是后来你对理财赶起了兴趣 就成了个经济学家了 不敢当 你为什么出现这个转变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原因 就是我在美国1992年 一个非常偶然 帮一个老朋友 讲了一个评论了一家企业 叫上海石化 因为他在美国上市 没想到一个礼拜 他就赚了几万美金 就一句评价 后来他帮我开了个户 买了200个上海石化的股票 四天赚了800美金 800美金不多 但是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 我发现股市 华尔街对中国太宝贵了 宝贵 中国去这个东西 去资本市场 我以为比干什么都上瘾 所以从后来的90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机会到华尔街去工作 当时42岁 从一个化学家 要给他到这么一个领域 还是风险很大 你不是重新学起吗 差不多 但我有个有利条件 因为我中国科技大学 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 有70个学生 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 所以有一个有利的人脉条件 当然我也是做管理 教主的身份去华尔街 做管理 对吧 所以实际上我做的是 一种先进理念的 引进的工作 所以回来写了一本书 叫闯荡华尔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肯定不是金融财政 科班出身 是一个外行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肯定可以引进这些 实际上这是一本科普书而已 但是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上海 星期三评为全国有100多本书上 有华尔街名字 十本最好 而且唯一一本中国人写的书 其他都是业注 对 当然华尔街是好 但咱也没法去 就是现在我就代表广大观众 要问问您 就是兔年2011年 我们这个小民要发财 有办法吗 有 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注意学习理财 理财是门大学文 大老板有大老板的理法 小民有小民的理法 而理财又是个广泛的含义 对吧 你可以买房产 可以炒股票 可以买黄金 对吧 甚至可以去投资企业 那么就看个人的情况 从简单的做起 然后慢慢再到复杂 那为什么中国股民大部分都掉沟里了呢 对 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糟糕的问题 你看去年中国经济富数最好 股市最雄最绿 这是荒唐的 太多的企业要到股市上去圈钱 他们很少想到的是 怎么样给他们买 他们股票的股东创造财富 照您这么说的话 股市也不能投 房地产也很危险 对不对 黄金最近在下跌 您觉得是哪个行业比较稍微好一点 当然这个从简单的来讲 比如说那当然小民的理财 对吧 比如现在有理财产品等等 那么理财产品 比如说基金也算理财产品 但基金我应该买保本的 比如债券基金 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定一点 尤其在通胀形势下的债券基金 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当然稍微再有一点知识学问的 应该说股票还是非常有值得投资 因为你要看买什么股票 因为你比如战略新兴产业 买股票 买股票 当然战略新兴产业 可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当年有过一个段子的 1994年上海有个家伙买了26万块钱的股票 后来不小心与人打架 把人一刀捅死了 这家伙判了15年 整整坐了15年的牢 回到家里打开股票账号混过去 为什么呢 当年26万的投资 变成了2000万 太有钱了 真是 而这个股票就是当年的万科 会炒股的人把万科的K线图 把它付权以后 不难算出来 94年投26万万科的股票 到2009年脱手2000万 可是我们就是要有更多的像万科这样的股票 帮助千千万万人发财 可是这个听说我们要请您来呢 我发现这微博上也有人质问您呢 对呀 说是您当年说过 牛市一万点 中国股市能上一万点 对呀 但是今天 今天 今天行政什么样 07年当时的形势 我对一万点很有信心 当然我也提了七大前提 这个前提全变化 当然后来我就越来越失望 我在2008年曾经在华夏时报上 写过一篇文章 叫中国股市稳定牛市格局的十大政策建议 我们是这样子 今年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从股指上来说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去年吧 我们互中指是全球排名倒数第三 但是我们的融资再融资 也就圈钱吧 是全球第一 而且圈了一万多亿 圈了一万多亿 然后今年还没结束呢 今年还得圈 今年的他们算过 就是上市的这些银行 光是上市的银行 他要满足他的资本金 这两年里头还要圈上个3000亿左右 我不太懂 你们给我说说怎么圈呢 这怎么 放股票 IPO 股票不是跟赌场一样吗 你一般民营企业必须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股市上另外有个现象 上市中指是跌得很凶 但是中小板指数是创新高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还是民营企业做得很好 民营企业成长快 让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多的一席地 而且将来民营企业的考评 更重要的是盈利 分红 送配 对吧 这个美股盈利 就是这些因子标 我作为以上来讲 而且将来股市交易给股东 现金分红 作为第一评价标准 咱们咱们 听你真解气 李嘉诚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李嘉诚的股票为什么好 你买李嘉诚的股票 肯定比纯银行好 它比银行利息高 更不用说它股价还未上 咱们补个漏洞补个漏洞 要不然人家又要趋解温老师的意思了 怎么讲 就是民营企业是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创业版 它的适应率也太高了 如果你现在再去买创业版 恐怕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现在大的也不能买 小的也不能买 那么你要再找一个 类似于万科或者是苏宁这样的东西 还是找得到的 但我就不告诉你 您是不是个人 通过理财 脸了很多财富 有所 就是我是财富在股市上 还是有所增长的 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 因为他们都说 没几个经济学家自个儿炒股 还能赚钱呢 我是不难讲自己也是投资股票的 而且我在股市上也是获益不少的 但是没那么 您是从华尔街获益呢 还是在国内获益 都吹吹牛而已 好那么中国股市 您有什么秘诀教我们 应该这样说 中国股市还是会有一些很好的潜力股 就他们将来会成长成为微软 将来会成长成为沃尔马 将来会成长成通用电器 就是有这样的潜力 那还是有不少的 你万科就算一个了 三亿中国也可以算的 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要讲更多的具体股票 就是还是有一些高成长公司 但这个就得你自己得去研究 苏宁也是这样 你在04年如果买10万块钱苏宁股票 那到07年就1000万 10万变成1000万 也是100倍的 也是有的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 中国漂亮50 漂亮50是个英文词 叫fifty nifty 这是指华尔街六七十年代 五十次最好的股票 让美国一代中产阶级 完成一生财富梦想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投资买了这五十次股票 十年平均100倍 所以我就是从我研究的 我倡导 写这个书是倡导 中国市场上要形成中国漂亮50 就是10年 让中产阶级100倍 那万科400倍 不仅仅100倍 你看那个郎先平说话挺极端的 我曾经听他在我们这就说过 他说这个 说股市要是不能让股民挣钱 就不应该 对 我觉得这该怎么理解呢 这句话对的 所以我认为 中国完全具有牛市的条件 因为我这个书里也解了九大成因 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正在成为投资热土 而且中国正在举起一个 锐庞大的中等收入和富裕阶层 人民币升值前景巨大 另外就是中国也有一批好上市公司等等 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管理层应该努力让中国的股市成为牛市 所以有一本书写得很凶啊 就在这样的熊市下也能挣钱 这本书的书名叫战胜政策士 这是一个自身报道 不是我说 那就是说他那个对你的政策不爬得非常准的话 他是可以做波段可以做 那个那个 连政策都在我的算盘当中 对 政策恐怕是比较难算 比较难算 他们一般来说是看资金的进出 如果你去年下半年做小盘国 做一些环保能源 能翻十倍 好好好 先说到这 去广告的时候把那股票告诉我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温元凯嘛 给我们打了点凯歌 高中凯歌的元气 但是夜谭好像有点泄气的言论 对 我必须得泄一把气 要不然咱们这节目出去的话 人家就说你们又说的又是一万点 就是我觉得这两年恐怕都不太可能 这个股指会来回的低位震荡 现在我要给他们打的气就是 你最坏也就坏到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了 恐怕再会稍微跌一点 但是你说跌到2300又怎么样 跟现在没有本质区别 那到2300左右 但是你不可能更坏 现在肯定是低位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它能不能涨 说涨到6000点涨到8000点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市场 确实是个圈钱式 你看这两年 去年圈了1万多 今年如果发的出来 还得圈1万多 源源不断的圈 第二个的话 咱们这个通胀也好 什么也好 且有的稿 它根本就没有 它要一直通胀 它就得把这个股指打下来 如果股指太高了 这个财富效应很强 然后这边又火上浇油 这边物价就更高 这个有些经济学家都是说法不一 现在咱们是通胀已经通胀了呢 还是有通胀的这个危险 还是该怎么理解现在的情况 我认为已经通胀 怎么说还是通胀预期呢 不是预期了 你都5.1了 你还不通胀 都5.1 4.6了 你看看介绍的肉价 菜价 房价 气价 油价 电价 更加不用说房价 文韬 咱们应该这么说 我们原来的警戒线是3% 到了4就比较严重通胀 现在这个到了5 就是非常严重的通胀了 那天我还碰见一经济学家 他说的对不对 您说 他就说 说现在这个人民币不也在贬值吗 对内贬值吗 他说 你要是买房子 那个按揭 咱们很多这个小老百姓 感觉有了钱赶快还了 他说千万别还 能按揭多少年 就按揭多少年 这个是该怎么理解 什么呢 就是严格说来 就是在通胀形式下 应该持物 不应该持币 因为钱正在矛掉嘛 对吧 所以某种意义上 它矛的这个速度 比银行的那个每个月的 那肯定快嘛 就肯定快 就是你100块 实际上加来价值变成80块了 甚至会变成70块的有效值 这就是政府应该尽快扭转这个状况 就是你想想看 咱们 我记得这个大概十几年前了 那时候那个 有一个保险推销来跟我说 他说你想想看 我们这保险多好 你以后等到你老了之后 60岁之后 你每年就有两 每个月就有200块钱 你的老年就不用发愁了 你一个一年 你才交2000多块钱的保费 然后你有什么人 又给你加带了人寿险什么 然后这个人寿险 我一看 现在一想 那2万多大概是 然后他就觉得200块钱 那时候就觉得 你一辈子不发愁了 你每个月都有200了 但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那我们这个命运跟那个老太也就像差不了多少了 没错 就是问题就在于 作为政府来讲 要抑制通货膨胀 要让人民比内在对内能够价值越来越好 这才是经济根本发达的一个基础 所以要让那个温老师把他的那个股给说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鼓励上市公司为广大股民成为一个投资的乐园 而且要长期投资 我也是相信巴菲特的投资哲学 价值投资 就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不是炒股 我从来不赞成一般老百姓去炒什么股 对吧 就是说鼓励中国一批上市公司 包括像现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一批上市公司做得不错 我怎么听那天听谁说呢 说比如巴菲特投这个比亚迪 对啊 结果比亚迪那个电动汽车说是也没卖出几辆 对对 那就这个他那么聪明的人 那个一个说长远看 我认为巴菲特投比亚迪很厉害 而且比亚迪马上要回归A股 作为我来讲 可能我将来就会投比亚迪 回归A股在A股又圈一把 当然要看他能不能做好 因为你要知道将来这个电动汽车的 趋势会非常厉害 而且中央政府切大战略新兴产业 这个是未来非常看好 而且中国雄心勃勃 原来在电动汽车上全球第一 所以可以看到大事 这个像我们普通人 很多人相信这个消息 或者是依附于某些大人物 感觉自己认识谁 然后听他跟你说买什么 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 不靠谱 那么应该说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股市30年来 出了一大批民间的真正的炒股高手 那我就有一个同事 她的太太是仓库保管员 一个老太太 5000块钱现在400万 老太太也没什么文化 但老太太很用心 老太太做的股市笔记有那么好一路 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 她始终在电脑前面 肯学习 美国也有这样的故事 就退休老太太炒股炒成百万福 我买也不是说一万等等 但是就说在于用心 在于真正找规律 规律 而不是去听什么消息 但是中国股市你觉得有规律吗 有规律 她就说这看10到20次股票 而且每个股票挖个坑 说股价跌到这个坑里 她才会买进 而且老太太非常守得住 那还是有的 而且你现在电视台也有些节目 尤其完全 有 您说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 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 就相当于股市达人秀 那里边全是民间炒股高手 其中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下岗的 大概都是四五十岁 一个下岗的 另外一个是仓库保管员 跟您说的一样 他就是全家的重担 包括后来他女儿读大学什么 全是他炒股炒出来的 炒到他家里有两三套房子 女儿大学毕业找到了好工作 他们全家都依赴他 他老公看到他眼睛都亮了 就是学习还是学习 而且这个学习是真正在中国这块股市的土壤上学习 而不是去那些纸上谈兵 学习中国具体国情 具体的股市 当然既然很厉害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看您真是给我们度了点元气 对啊 可是您说要看到眼光远大 但是我怎么也听到一些观点 就说中国的经济 尤其比如说今年的走势 就用莫测来形容 好像问题你也很多 比如现在做实业也没有什么力 对吧 很多民营企业纷纷官厅并转了 这等于做不下去 失业率也比较高 那么有些人担心会陷入滞胀 你看社会上你游资温州炒房团 都跑到艺术品拍卖场去 炒古董屡创天价 热钱全跑到买房子 这个让人就感觉到 这将来会有危险吗 这个结构 当然我们作为实业来讲 目前是要转型的 因为我们过去叫出口依存利 外贸依存利70% 所以现在非常重要的是 怎么样把内需调动起来 而对于调动内需 关键是老百姓的有钱来内需 所以我认为当前 今年十二五开局 非常重要的是 能不能把复明政策 放在非常高的地位 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 现在这个样 而且股市能再跌吗 你是90%的股民 套了股民几千万 一亿几千万注册股民 所以我们认为 为什么我也很赞成叶山女士 讲股市也不能再跌 再跌的话 更多的老百姓就是财富化水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怎么样 我认为应该 所谓管理股市最大的本事 就把股市打造成漫牛型 漫漫 漫牛型 而不要大手刹 6124肯定不对 漫牛型 一个最优秀的 当然这里面就要调控 那你政府管理部门干嘛 就是调控 利率也是 基本上你制度到位就行 我理解温老师说了 像咱们这儿是冰火两冲天 有的是富翁 有的是乞丐的 来举个例子 创业版去年就一年造就了 400个亿万幅 天哪 反而是创业版上市的 全家致富 兄弟致富 夫妻致富 都太多案例了 没错 这些人也是很厉害 而且你说创业版那些大股东 一能减持了 马上减持 而且这些人后面 对吧 你要知道这两年也发很多财 就是私募基金 你可以看到这两年 私募基金的活跃 包括很多做事业的老板 去做私募 那条链条上人全发财 全发了 大家发大财 你都看到了 这条链条上的人全发了 怎么我们就不在这链条上呢 那你也有可能 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如果当年能够有眼光 参加开一家乡村基就可以了 乡村基 乡村基在美国股票上市 乡村基 重庆的乡村基 一家小饭店 你当年开个小费 你也发财了 因为你开个小费 如果一百万 将来就变成两千万 他的意思就是 您别做主事业 接着为您播出 民生银行信用卡 地球宣言 在文人中 我自家呢 有钱的上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